第四季节目 你们整的是啥玩意儿 鸡子破料的 去了你就知道了 牛哥 牛哥 啥味儿这是 大猪菜 猪蹄子猪耳朵薄皮干豆腐 咱那不还有大圈圆两瓶吗 大圈圆 长着喝喜酒啊 算是吧 高哥的意思是 先给生米煮熟喽 把那结婚白酒回头再熟 这小子子蛋早就上堂了 就等着咔咔咔一顿秃秃的 小师傅 来了 忙着呢 忙着呢 您坐 长官 接着给我好好使头使头啊 好嘞 长官您先坐了 走 小心一点 是 别动 找我剃头 您得多上三个胆 好刀吧 就是不知道杀人啥样了 那可没事吧 我这刀啊 只吃饭了 保证那天 把我逼鸡眼了 兴许就会杀人呢 好嘞 你还没给钱呢 师傅 你的刀法付出 等你撕完我的刀法 我自然会给你钱 什么事 怎么事 只要你一动不动 这两颗蛋羊就属于你的 把钱夹起来给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大日本帝国 著名武士 散翅郎 你别扯那些没用的 把钱给我捡起来 你是谁 我是东北飞应队的 听说过吗 你想跟我比试吗 我告诉你 老子不玩刀是玩这个的 看见没有 完了我枪法还不好 我要是苗尼小后跟呢 没准打他并钩子呢 你别以为我怕你 你拿枪出来认识 看热闹得给腾个垫 别等我 别等他 别等他 哥 哥 别动想 今天日子不意外 来啊 我回家等他 剪不剪 别忘了 这是奉天 不是你们东京 喂 你叫什么名字 改日上府上拜堂的 高志航 高志航 加注药王路五号 你叫什么名字 随时公后 我记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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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是晚来一步 那就完了 哪能呢 我就算把这浪人给他打死 少少也不肯把我给崩了 就是 唱得干啥啊 这是一首法国的军歌 啊 是我在法国南部城市 蔓涉底学的 要听吗 不好听 其实我也就喜欢里面的 一句歌词 那翻译过来呢就是 祖国 我们共同的遗憾 就是 只能为你奉献彼此生 人齐啦 早齐啦 背得擺呢 就等你倒酒了 咱去去去 那个打架的事谁都不准提 尤其不能给你散开 下来 刀子 来来来 让我换一招 给大家伙唱首 小曲儿 快乐 祝福祝庆 下 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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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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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根辣椎 小大草银鸡 小鹿好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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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的当ants 担保折 你请发大草银剑 统统统不 simp 你只得咱快乐 我借过折了 步骤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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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零水 游一下 洪孟师走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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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有人敲牌 别管他 要饭呢 没人 要饭了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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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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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小石本子 怎么了 几个 看不清楚黑乎乎的 一大帮的 拿着刀呢 拿着刀呢 别别别别 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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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放下 动箱犯说的 你干啥去 什么干啥去 我干什么 我家门口 我知道你家门口 你标乎干啥 保险 我自然在里面 快出来 哥 你哥伍待着啊 你这标乎的 出去吃亏知道吗 出来 对啊 这我家门口 我知道你家门口 少帅都不管这些人 快出来 你个少校管啥呢 我得对他起这身琵琶 起开 来来 好 哥伍待着 走走 哥伍待着 起来 你快出来啊 你快出来啊 高子航 我说过 我会来拜访你的 这大冷天的 你穿着凉拖 不怕动脚啊 再说一遍 大冷天的 大冷天的 穿凉拖 你不怕动脚啊 这是我们日本的习惯 好 给大家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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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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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这头 跟我走一趟 高志航打小日本的事 大老刘学给了村里人 说那可是打升起一家 打的人没怎么样 把他使尿下出了一股痘 这一家 让高志航在奉天扬鸣 在家乡立棍 高志航他妈 奸人就吹 说人哪 活的就是一口气 打也就打了 也没见小日本 把我儿子怎么样 其实这事 并不像他想的那么轻松 长官啊 您最好叫几事 这是打给日本人看的 您倒是叫啊 您这是跟兄弟们过不去 那可就对不住了 汉清 我还是想再提醒一句 这个扇次郎可不是普通的日本侨民 他们家和关东军的本庄凡将军有事交 早在幕府时代 他们的家人就在将军府上做武事了 别故事吓唬我 你在日本有很多朋友 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那我就太把这个扇次郎当回事了 可是本庄凡将军当回事啊 要不然我也不会专程来赎上 他人现在哪里啊 在医院 光泪他就打折了三根 你回告本庄凡将军 这个扇次郎目无法迹 行性滋事 强暴妇女 在警察局就有多次略行记录 本司令的职守是护静爱民 我现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已经是体恤贵国侨民了 汉清 可这光天之下 殴打我大日本侨民 这 这简直是对天皇的挑衅 挑衅 挑衅的是这个善子郎 他追上门去打 这也太放肆了吧 别忘了 这是东北军的地盘 那 依您的意思 不要把我逼急了 逼我太急 说不定我把这个善子郎逮捕法办了 汉清 我也是想稀释宁人 人不行了 晕过去了 我已经按军规 惩处了部下 你还要我怎么样 长官 宪兵队执法完毕 编持六十 高志航 已经不省人事 这光鞭吃六十 我很难向本庄凡将军交代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交代呢 难道 非要我一枪憋了他吗 我说了 先逮捕法办 然后由总司令出面登报 做个道歉声明 道歉 先父被人炸死的时候 有谁向我道过歉 汉清 令尊大人之不信 纯粹是你们国人所为 和我们大日本帝国 那是毫无关系 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 我只能说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还回到我们谈的题目上来 我烦了 不想谈了 你回去 告诉本庄将军 我已经给足了面子 是 我邀请你 送客 好 好 好 进来吧 装什么装啊 全是鸡血 有那么几下是真的 谢长方官长 你也够狠的 把那擅次郎打断了三根力 这也是遵照您的指示啊 什么什么 遵照我的指示 您忘了 不管谁谁谁 只要犹如奉军的声誉 绝对不手下留情 这是您一年前 在杭孝大会上的讯事 那是你的理解 不过一样的排马屁 你的晚点 是 别着急 我还没说完 以后不可到此 事关国与国之间的事 总统除了娄子 我都兜不了 明白了 个零儿 轻点儿 你的上司是混蛋 啊 他不该这样对你 嗯 是的 但这样他们能解气 你知道吗 解气 解了气 解了气就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你们中国人真亡了吗 在自己的国家 还要看日本人的脸色 不光是日本人 还有你们俄国人 你说的是红丝俄国 我是白丝 在中国人眼里都一样 你轻点儿 都一样 都一样 对 都一样 我是你的太太 嗯 从你今晚我一直精心地照料你 嗯 嗯 你呢 你没闻我一下 也没说谢谢 好的 谢谢 嗯 你知道我这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呢 嗯 怎么了 我不能生活 不能烧饭 这两天你就是那个 胖的男人 嗯 给我买饭吃 大老刘 嗯 对 啊 亲爱的 他是我们的外甥 这是他应该做的 嗯 嗯 那你在黑河谁给你做饭 嗯 在黑河有梅子 嗯 他是我的朋友 兼用人 你是希望我成为你的丈夫 兼用人 对吗 嗯 当然不会 嗯 只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需要什么时间 从 从鬼祖到平民 这是个蜕变 嗯嗯 比如说当群人的妻子 还要多 无礼 嗯 对 嗯 嗯 对了 格丽儿 大老刘一直怀疑我不会骑马 下次你要碰到他 告诉他我的马术很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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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啊 老刘来了 忙着呢 你啥 给我整碗动脑 来 然后把那个猪皮子给我来俩 整个酱手吧 来啊 买不还行啊 还行 哪个人买的 我兄弟 也是 掌头鞋的吧 狗子 我就 我就说你咋总狗眼看人家的 我这个兄弟是个东北军头 知道不 骑大马 跨洋刀 然后穿大皮鞋往哪里走 哗哗 谁有派 得了吧 你 风大也不怕散了舌 好了 走吧 来 给你接 哎呀 哎呀 不行 走了啊 老四 帮忙 帮忙 哎 亲爱的 说说你家吧 我只在照片上看到你爸爸妈妈 我从法国回来要两年没回家了 我呢 我只在忙里来回到彼得堡 他叫我 帮忙 我只在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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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没事 没事 哎 哎呀 我差点忘了 他让我告诉你他的马术很厉害 马术? 嗯 我想他说的是骑马 有什么可笑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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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 真臭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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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谢谢啊 我走了 我走了 你坐下来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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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进来 高智航奉命前来报到 你本来还有两天休假 休不上了 南京派了一个使团到奉田视察 为首的中央大员武铁城 是少帅的挚友 又刚刚当选国民党第三届中央之位 无论与公于私 少帅都认为 有必要派飞机护航给足面 是 高智航内时飞的是I-26 据说是苏联雅克系列战机的B组 雅克在后来的二战中 号称世界优秀战机的三剑武铁 但I-26当时的名声不在地 高智航叫他瘸腿驴 他的起落架要么放下 要么放下收不起来 飞银队当时的战机号称三百架 史料上记载的 有法国的布莱克 高德龙 伊斯特 有英国的大维美形和小维美形 还有几架美国产的霍克 简直就是飞机的波览 很有趣 安静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张副司令 这是荣参谋长 幸会 幸会 里面行 这是东北医治以后 南京第一次派人来啊 蒋公让我给你带好了 真是 真感荣幸啊 里面行 好 就这 就这 对 就这门 好 哎 过了 哎呀 你妈妈呀 太阳 就这 来 再来 那啥 你就别进去了吧 来来来来 我帮你搭把手 我真是自己行 行了行了行了 你慢点啊 行了 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抬一下 哎呀 慢点啊 哎呀 你去隔宝住啊 哎 你去隔室住啊 哎 就里面那屋 那边啊 来吧 进来吧 你说你找的这个地方 你这屋里咋这么味呢 有味吗 过去这脚牙子味 我就说不上你来 找啥呢 跟贼似的 找啥呢 我看看你这枕头上有没有娘们儿头发 娘们儿头发没有 我这娘们儿有一个 哪儿呢 这不蝴蝶吗 谁 不是 你连人家是谁你都不知道你给扁墙上去 蝴蝶 这名好听啊 来来来 我给你上一课啊 我告诉你啊 他叫蝴蝶 上海的电影明星 是吗 我们少帅老稀罕呢 哎呀 但是 他是谁对我还能咋去 下不来 我去过个言议 好 我没事的时候 一个人憋屈了 我就跟他唠叨唠叨 可好了 说啥都挺 那你俩都唠啥呀 哪个 管那么快 你去啥呀 有啥呀 不多啊 收拾 把我当儿要把花子了 行行行行 快点快点 不是 我不缺钱 我个窝儿等你啊 你这不给太分了 不是 我 我现在还行 我这新衣服啥怎么都有呢 我还没穷的那份儿呢 我要穷的那份儿啊 我就赖着你 你想不帮我都不行 不瞒你说 现在无论是南京 还是东北 大家私下里 都叫我东北王 这要传到蒋委员长耳朵里 这心里肯定不舒服 怎么说 看清听到什么消息了 北平文学界 盛传一种清平乐 前四句是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撒向人间都失怨 一阵黄粮再现 共匪毛润之的 一首新诗作 还未发表 看来汉清的消息 满灵通啊 是写蒋贵战争的吧 就倒是赤匪的赤色宣传罢了 据我所知 是 尾座 掌外避嫌挨内 这个策略 可不是宣传啊 现在贵戏 主力部队纷纷瓦解 李宗仁通电下野了 小诸葛白宗席 跑到香港当御工去了 不知道南京的枪口 下一个对阵谁 可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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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你好 你好你好 那依你之段呢 韩君不敢冒昧 都退下 好 以兄长之捉剑 现在蒋公心里最放不下的 两个伴 一个是朱毛的公匪 他们虽然人寡 但是信仰一间 这成了蒋公的心腹之患 最近正在闭谋运兵 进行第三次为将 那第二个 就是山西王 沿西山了 正是此人哪 连年内战 国内的各路军阀 都有损失 可是就是这个沿西山 就毫发无损 这麾下居然发展到了五十万人马 而且拒不向南京城城 在这个问题上 蒋公 可是绝不会容忍的 那那 那班个呢 冯玉祥啊 冯玉祥 嗯 我没想到啊 这冯玉祥老哥 可是和伟座 败了帖子的金兰兄弟啊 韩清哪 话分怎么说 李宗仁 跟介公也是金兰兄弟啊 可是在利的面前 别说是败把子兄弟 就是父子 也可以反目成仇啊 也是也是啊 这就是说 安清 介公要的是一统天下 他要成为中国的唯一领袖 所以 谁妨碍了他对这个设想 谁就有可能是你说的 下一个 兄长此心奉天 也是有告诫的意思吗 这话可就重了 安清啊 怎么说吧 东北一致 中国形成了形势上的统一 可这也 去了江公心里的一块大兵 至于今后的事情 汉清可千万马虎不得呀 比如说 比如说 一旦中原战事突起 你汉清就成了介公眼里 这家天平上的重要成员 孰重孰轻 你可得好好地点亮点亮 太苦了 你家里那个准备做小啊 少文珍呢 什么少文珍啊 少文静 不这事跟少文静有什么关系 原来你是真不知道 前天通话来个老乡 我安排喝的酒 人家说了 少家现在是现马荒 知道吗 盯上了 非得把他们家二闺女嫁给你 哎 哎 这个事啊 我听我爹提过 可我那份被答应 你爹把四彩礼都送过去了 反正咋说呢行 我家二闺也挺好 对吧 这七个吧 就跟放羊似的呗 你一个也是放 俩也是养 对不对 这年都还愁女人多吗 你看张大帅那才叫本身 我要是有你的大批靴子 我再 我北平整一个 丰田整一个 三棵鱼树我再放一个 夸夸夸夸我都放吧 我到哪儿我都是假 你们做什么呢 扯淡的 这咸老哥 哦对了格林 我要 送你一样东西 我说我回到凤天以后要给你买一盘鞋 而且是哪样的刷 我的上帝 你要看鞋铺吗 喜欢吗 我还以为你说着玩 你要看鞋铺吗 谢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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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吗 我能做一碟 要不要做一碟 Emir 这就是 是 大路子 我们的服务是一首领导 我们的服务能复杂 我们的服务能复杂 你觉得我们的服务能复杂 说啥呢 你俩 扯着胖门鞋呢 有点不对劲 那个 可莉安 答应我 往后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我没有穿高跟鞋 那你买了不就让你穿的吗 对啊 埋了有不让穿了 对 这是命令吗 是命令 不过也是请求 但你必须得当做命令来执行 这太满号了你不觉得吗 那东北男人都这样你不去的事 我不会的 杭啊 杭 莉安 那个什么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那门好像 我没所言人事 我我我先我回去看一眼去啊 你别的 你咋一样 哎呀 你去看一眼干嘛 你去看一眼吧 你去看一眼了 你去看一眼吧 你去看一眼看一眼你看一眼看一眼 有 Państ 知道啊 大家有点直接讯息一下 姿利亚穿高跟鞋好看吗 好看啊 小心眼儿 你咋那么小心眼儿呢 那咋的我媳妇 我愿意 你媳妇 我不管 回来 啥孩啊 弄羊羔 这玩意我吃虾了 也拿着命令 命令 行啊 那高跟鞋 好嘘 嗯 买都买得多可惜啊 不乱穿 推了吧 坐下 好嘞 亲爱的 你对我刚才的命令呢 理解有误 我的意思是说 你穿高跟鞋要分时间长和地点 比如说 你在家里面 你在家里是可以穿的 或者说你一个人逛街的时候 不行 一个人逛街不行给我陪在身边 再有就是重要的机会 比如说是明天晚上的舞会 明天你有什么舞会 嗯 一个非常华丽的舞会 我希望你打扮得特别漂亮 其实我觉得你蛮横的样子很可爱 我爱你 愿意 竟然是一个人的歌 又是个人的歌 可能会 很可爱 我的家在东北苏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梅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洞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苏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那里有森林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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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森林林梅广